第一步接一个24V线进来 第二步两组看线接上 还有一个点火我们这么接过来 从0旋到1 这整个就可以亮起来 那么中间按下去它其实就是一个24V信号 那24V信号这边给它 它检测到然后它发给这个发动机板去点火 就是一个24V 一个24V信号 那整个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一二板有问题 看线通信不通信 或者它自己自检不过 这个就不会亮绿灯 就不会亮绿灯 就会亮红灯 我们可以把上面有的部分拆掉一个 你可以看到它就会亮红灯 那么全车不来电 就是因为这个没有工作 它现在就会打开主继电器 让全车来电 同时也会打开发动机板的钥匙继电器 它现在不像这个之前的老的一把锁这样子 一个钥匙 那么它是通过这边给了一个继电器信号过去的 那我们现在这一个是B6M5的 那我们这个是一个主板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B6M6 在这边叫我 对 对 对